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萨走廊打得如火如荼 这场战事已经持续了超过一百天 而当地许多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至今仍过着极寒交迫的艰困生活 不过在人道危机与日俱增之际 卡达汉法国的积极斡旋 也终于让加萨走廊传来久违的好消息 以色列和哈马斯16日终于达成共识 同意向加萨的45名以色列人质提供紧急药物 以换取当地需要的巴勒斯坦平民 获得人道及医药援助 而这批物资将在17日由卡达运往埃及 通过拉法关卡进入加萨地区 眼看这场冲突不断蔓延 世界多国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把和平还给双方人民 其中沙武帝阿拉伯就主张巴勒斯坦建国 沙国外交部长 沙国外交部长肺色亲往 16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表示 要是巴勒斯坦顺利建国 沙国可能会承认以色列 因为对当局来说 当务之急是促进各方停火 恢复地区和平 而这当中也包含以色列的和平 不过一旦沙国愿意承认以色列 中东的地缘政治情势 势必会产生巨大变动 怀宇新闻是非正常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